只有菊花也有这么多款选择 而且是40元 金银花是比较贵的,130元 骨头真的没有平常 老婆煮的骨头很嫩 是真的,很浪质 大豆腐是好吃的 但最精彩的就是大豆汤 很清淡 我喝完汤,摘下来就试试我 老婆说很胖 我试试又是吧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六 我们终于回来广州 今天我们来很久 都没有来过几个地方 就是西浪市场买菜 大大话说 方川买菜 这件事情多久没做过 整个月 今天是星期六 台风就已经走了 据说现在台风已经去到江西省 还准备去安徽省 不知道已经是否去了哪 昨晚下了一场大雨 今天下午下了一场小雨 那就仅此而言了 凉爽了很多 之前也有观众提过我 这里开了茶楼好不好 不过我们对这个牌子 就不太熟悉 所以也看过其他博主说过 好像一般点 所以就不作考虑 这些烧烤当 小龙虾烧生蚝 几刺激 究竟是哪一当 估计会不会是这一当 新开的 又来讲一下交通路线 这里交通是很繁忙的 不过如果坐地铁来 就很方便了 就在前边这里 转左 就已经是西朗地铁站了 可以一路坐去佛山的 讲佛先 有很多人又会开车来这里买菜 有很多人会坐地铁来这里买菜 但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些 坐四个 我最多见过坐六个 六个 因为热天天气炎热 奶茶店生意当然是好的 可惜这个女儿没有陪伴我们来 她自己走出去吃喝玩乐 否则应该会安排她 在这些奶茶店坐着等 我们去买菜 再来 前边这里 就已经是地铁站的入口 很近 通常去西朗市场 我们很少会在这个口里进去 两三次 但在这里进去 主要是步行的人比较多 先从我们往市经常去的那些 入口 就开车的人比较多 这三条地铁站交汇 哦 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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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条地铁站交汇 原先已经有一条 已经有两条了 四条 即是四条 十二十八 十二十八 一条港湃线 还有一条一条是一号线 原先的一号线总站 现在是下午的五点十五分 市场买菜肯定是多人的了 很香啊 煎饺 应该是 我们买不买的饺子 未必买的 但我们今天有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买鸡蛋 还有可能会买些蒸包 看情况再说 我猜应该是这里煎饼 里面就有很多 那些饼干仔买了 大家看一下 我不买了 猫耳朵 我们看到有蝴蝶酥 蛋松酥 鹤煞其马 都是有的 甚至乎手工煞其马 十五五分三角 买蛋糕 好 买吧 有一个鲍鱼丸 刚刚焗起,当然吃了 热的那种 我们这里用了$11 老板跟我说 这些是南瓜味的蛋糕仔 有南瓜味 一路吃着蛋糕仔一路走 这里卖煲汤料 还有这个 红豆沙和绿豆沙 很好吃的 奶粉也是不错的 如果你说是荔湾锅 这里也有全荔湾锅 不过以前是方村 真的拍得住荔湾锅两三间的出品 再来对面我们看到 10元5个黄金 罗汉锅已经包装好 比去年便宜 去年卖10元3个 现在10元5个 再来还有很多煲汤料 土福宁 10元1斤 莲子 我喜欢煲汤在这里 买不少好东西回去 还有五元三角 罗汉果 雪梨干 都有煲汤料 带 按钩 所有 mitig 都有事 很冷 我可以不应付 我可以想要 这个团队 这是一个团队 没用 就那么麻烦 所以我可以想要 豬又進來賣水果 7元皇帝 我們早幾天去市場買菜 即是中山市場 我們說真的出不了手 為什麼呢 我們都記得西朗市場 什麼價格很多都不捨得買 西朗市場真便宜 除非有些真是當地的特產 那就不可以說 否則真是西朗市場老婆 因為這裡是批發市場 這裡還有賣翠梨 應該類似三華梨那些吧 我們很少進來這個區域 這邊有賣水果和乾貨 很多 這個綠蓉菇 50元一斤 又或者一些乾的雪耳 這邊回去浸清才能熬湯 它有些叫做硫磺去焗的 還有胎菇 不買胎菇嗎 來到方春當然有很多茶葉賣 你看 只是菊花都有這麼多款選擇 而且40元而已 金銀花便較貴 130元一斤 在這裡逛的時候 聞到很香乾貨的味道 好像回到清平市場附近 當然那些是漂亮很多的 我們簡單看過了 老婆還未出手 可能我們會進去室內市場那部分 看看有沒有肉買 肉可能都未必會買 主要是買雞蛋 蔬菜那些 零下九幾 28元一斤 無花果也有13 還有五指無圖寫著 沒有硫磺 25元一斤 五指無圖不用買這麼多 買幾兩就夠了 划算了 至於張金銀一轉過來這邊 就是賣水果 龍眼 早幾天我們才買龍眼 應該都不吃 四元雞一斤 大芒果 這些沒有這麼厲害的芒果味 但就大了 三元半一斤 還有我都不怕又再說了 我來到這裏都應該是說第二次 大家 無論在市場也好 來到廣州也好 一定要小心那些電動自動車 他們好像玩魔術一樣 小心小心 如果在市中心 就會好些 就會沒那麼離譜 但是如果來到遠離市中心的地方 可能真的會 繼續說我們買些甚麼 油肚三元一斤 油肚不好吃 油肚不好吃 硬油成你那些 老婆又說我那些牙不可以 所以不買了 沒有辦法 旁邊這裏就買椒一元 還有香椒 粉椒一元八 香椒一元 甚麼?很軟嗎? 你想買些酸些 酸些 香椒一元 不用買 我們幾次都是經過來這裏買的 一元一雞香椒 兩元二是嗎? 抵抵這麼大的梳香椒 兩元二 有時間吃 老闆兩元二 西朗市場的人便宜 哈密瓜三元一半 火龍果也有 這裏是十元八個 是十元八個 不過這些都是白肉 还有西瓜,苹果也不说 三华里大粒,这种是芒果三种 芒果这些是否超甜芒果细核 三元半一斤,不烂 买三几只,那个比较青 我们买了八门鸡芒果,老闆说是湛光品种 来到这里又见到有番薯,番薯可以等 不买,走,但是番薯就像一座山 有时连芋头也有 慢慢我们就进入卖水产的区域 这里真是最多人 那些人买生蠔,多多 三水小宝瓜,不要理会甜点 一元半一斤 每一个,反正有开车 比较便宜的食菜 就是这些,好像一个保龄球 还要小的芒果,不是西瓜 人家没有开车都是这样买的 我们出行力买不到的 5.8元,一个西瓜 比较大,比较大 比较大,比较大,比较好吃 但是,有时开车都要连续吃 出行力吃 这些小时吃完饭一餐 那些蔬菜特价1元一份 番茄不买了 蔬菜,蔬菜买不买 听说过几天又打台风 但听说台风不是吹来这边 还有青瓜8毫子 不过是阴点 看上去 那些番茄口8毫 青瓜都是8毫子 暗点 这里又有 这个5毫子 所以我们说西浪市场的东西便宜 就是有道理 人家不用回去市区转转转 在那些高速公路下来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事情 大家可能真的不太懂 其实过来很多人都不懂 因为有些水果在外地运到来 在运送过程中的成本 一个汽油费 一个司机工资 第二个就是路桥费 但其实如果运農产品的话 当然它有个规定 不可以只得一种 只要达到配搭的话 其实路桥费是不用算的 所以现在这么便宜 就是这样的 他们的车会来来往往 那些车来到我们南方 如果我这样 然后卸下货 又车回货上去 那么计算一下 他们就不需要给路桥费 只是需要给燃油费 就是有钱 所以价格可以降下来 就是有原因的 尤其这些在非市中心地段的市场 就更加了 前边那些货车一步一步停在 又有四季豆 我很喜欢吃小贵豆 但在买四元 山东青瓜一元半 这些 专门在山东运过来 是 青若青瓜很爽 这些很爽的 虽然是甘点 买清瓜 没错 还有番茄 那天我们买不到番茄 今天也买了它 老婆在这里说 早几天我们在中山 看到那些 五元的番茄 都没有那么漂亮 有些还蛮蛮蛮蛮蛮 这边买两元 是的 现在付钱给两元九 一斤半 一斤半 是吧 两个狗 嗯 老师 两元九 足够了五个番茄 老婆在过来之前 今天也没有什么菜 要买的 现在她买下买下 买下买下又这么多 我肩膀都快揉不住了 她就玩到身都折了 还有 还有蜂枝红 松花 番茄柳 八元一斤 漂亮的 再来还有 漂亮苦瓜 白色一点的 后边就是蔬菜 始终都是台风味 就是台风走了 但今天也很大风 所以在这里走的时候 大家都看到 它真的吹得歪了 五元石头瓜 可笑 五元是一斤 不是一斤 三元 哦 虽然是小粒 但是三元 三元 还要上边是三元半 三元 三元 再来 对面还有这些 红皮香蕉 说着不买又不买 我们刚才忍着不出手 因为实在已经买了太多 为什么呢 因为真的很便宜 算了 不买了 买完鸡蛋酒 好吗 市场多热 不买了 什么台风架 全部都没有 因为台风吹不到 就是这里 最后一个环节 我们又要进来 西苏 室内这里买猪肉 那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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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来到这个中数 那些猪肉 看看品质才再出手 通常有时 老闆会大特价 但是一定要 打醒精神 没见到猪肉之前 是见到一堆卖鸡 猪肉应该在前面 这里的牛肉都很划算 但近期买少了 要是中午 不用煮饭给女儿吃 要是放暑假 通常都是吃粒杂的东西 就搞定 可能我们来太迟 很多猪肉当 已经卖光了 我们收工了 这里还有一条排骨 但是都是货尾 还有骨肉 什么部位 18元一斤 前腿肉 这个梅头肉 16元 我们那块前腿肉 13元 老闆给多少钱 14元8元 通常我们下午来市场 买肉都是这样 很多都是收档的 这里卖牛肉 牛子50元 雪花看不到 牛肉45元 牛肉当然比较贵 现在因为猪肉便宜了 便吃猪肉多了 买牛肉 又有牛骨 又有雪花肥牛 很多 这边看上去热闹些 可能牛肉 没那么快 卖掉了 这边还有几档 在买猪肉 我们最后买鸡蛋 就走了 前几天在中山都见过 没理由在那里买 是比西朗便宜 比西朗便宜 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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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记得了 西朗那里很贵 是 很贵 什么 例如你说广州是一县城市 他们叫的 其实那个消费物价指数 不是那么高 没所 因为多人买 我们很多年之前去过兆庆 都见到 又是同一间超市 好有多 我们见到 为何比广州比广州那么多 有些东西 很多时候都是广州 好了 我们买鸡蛋之后 就去吃晚饭 应该是去俄宫村吧 经过几分钟的车程 我们就来到这里 就是今晚我们吃俄宫村 自从上次老婆介绍过 我吃的鹿之后 慢慢又好像外上了 而且这里又近 我们刚才去的市场 而且地方又大 又圆灵色 挺好的 我说的 最美的座位 就是这一堆 这些当然要早上订了 坐在玻璃房 看着李雨池 茶位是10元一位 你还可以像小朋友 买些鱼粮 然后跑到这里 喂敢你 好了 又来到眼花聊天 独餐牌时间 来到方村 当然是要俄宫村 碌鱼 鱼 基本上已经选了 还有阳江豆豉鵝 一例是78元 原味鵝78元 粉葛青蚊马肝鵝68元一例 这些鵝真的有很多的选择 还有胡桃鹿78元 我们是否想选胡桃鹿 当然还有明炉金堡马肝鵝 即是简单来说就是烧鵝 88元一例 烧鵝今天就不选择了 还有狗仔鵝 说清楚这些不是狗 简单来说是没有那么大只 白刺鸡79元半只 还有五指巫途贵香鸡 五指巫途煮的鸡 很有特色 不过肯定是全熟的 168元一只 我当然还有很多不同的鵝的食物 比如感受烧尾片本 里面有鵝 烧肉 叉烧 138元一例 烧肉68元 乳猪拼盘188元 这些宴请客人就最好了 如果喜欢吃鵝杂 这里也有不少 价钱我就不慢慢读了 大多数围绕都是60元左右 拼盘都是68元 再回来后面 就可以自己看到汤 菜胆炖花膠 南北杏 青腩炖猪拼盘 这个好 88元一例 又或者 黑蒜炖肉汁 28元一位 鹅公汤也有 即是鹅汤 它会用一个腩 拿着葱上来 很特别的 除了我 我们还吃些什么 其实是未想的 中间还有一些刺身菜 刺身菜 我们就不说了 冰镇青瓜 三十二元 我先看这本 什么 哦 要一个瓜 这个好 就这个 煲炖切瓜 我们通常 现在夏天都是做个汤 继续读这本 金蚝猪手马刚 我这个要半只 268元 金蚝货 鹅公炖水虫鬼 35元一例 还有煎焗豆腐 很多菜式都有 这些真是不慢慢的 甚至和牛也有 138元一位 炒鹅腸 喜欢吃鹅腸 这里我的内藏够多 58元一例 又或者 黑椒碧鹅 和牛粒 138元一例 这些现场客人 非常有派头 甚至乎 鹅心定也有 很多菜式 和牛粒 18元一例 或者像这个 沙姜鹅集 38元一例 或者像这个 沙姜鹅集 38元一例 或者像这个 沙姜鹅集 38元一例 这些菜式 真是很特别 而且不得不提 他们已经 鸣木 米芝莲 很多年了 也是老婆 比较认可 其中一间餐厅 我们不是冲着 这三个字 而是真的 她都吃了很多年 而且 以前 我们来的时候 是在外边 坐巴士 现在就 驾车过来 在市场过来 很方便 还有很多菜式 这些我就慢慢 一一读了 大家喜欢的话 就回来品尝 除非是一些很刘腾的菜式 如果不是 大多数都是围绕 变为这些价钱是38元 甚至乎 他们还有特价菜 我们看看特价菜 比如说 椒盐三文鸢骨腩 48元这些好 是吧 小朋友吃 等到他开开心心 又或者 结果来 还有汤 导演梁瓜炖 88元一大众 是吧 又或者 姜蓉焗大黄鱼 我们好像吃过这个 不知是否这款鱼 在荒村 肯定要做一些宵夜菜 朱圆九几竹 58元 这些大大盆 我们不适合 五榴弹 各种都有 大厅28元特价 我们选了这个 这个 又来和大家说 交通路线 同样地 如果我们要回到 环市路的花园酒店 需要1小时3分钟 在这里 走去西朗地铁站A出口 步行23分钟 一路转线 这些就不讲了 原来 在餐厅的门口 是有两款巴士 250 是开往云台花园 当然时间 肯定是会比较久 如果回到 饭人酒店 如果在这里 坐巴士 是可以到西朗站 大家如果觉得 不想走 其实你是可以 去西朗站的 大概十几分钟左右 走过来 23分钟是一公里 一路培英中学 昌江西 掌交新村 这部车肯定是兜云的 兜云整个河南 冬山口 再过去 坐到 清醒了 所以如果要过来 坐巴士 最好的办法 就是你在门口 坐巴士到西朗地铁站 或者如果你觉得 走走也没所谓 23分钟 走到西朗地铁站 都是我们第一份食物 就到了 就是这个折瓜汤 看看有多少材料 我看到有花生 折瓜是切得很大的 接着我亦到了 很大盘 78还是88 我忘记了 至于这个汤 是章鱼 我看到有 特价28元 好像是 外面在煲 一直在煲 再换个角度 看看里面的配料 有骨 我看到 煎的猪骨 有些 章鱼 是的 够浓 这些汤 因为现在天气炎灭 我们多了吃蔬菜 蔬菜最好是 你只是炒碟菜上去 其实都会有很多油 但是 如果喝这些汤 里面有些瓜瓜菜菜 有些肉 就最好 这些汤很清甜 不是老火汤 是的 这么好喝 真的不同 它有很多花生 或者一加了章鱼 就好喝 有些骨 它是很清甜的 在我印象中 加入章鱼的汤 不应该是这样的味道 很浓 很咸 这个味道 清甜 我真的要学习一下 看看里面有什么副料 章鱼 还有蜜棗 但是暂时未见到 可能因为它是一大煲过 这里我没有剁到蜜棗 就有一些 豆 豆类 让我先骨 吃一下 我很喜欢汤渣里面的骨 我是一个不喜欢吃汤渣的人 但是我很喜欢吃汤渣里面的骨 这一块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汤渣 这些骨头的肉特别好吃 对 老婆不喜欢吃汤渣 很粗糙 其实通常这些肉都不会太粗 我觉得 这骨头真的没有平时 老婆煮的骨那么嫩 就真的 老实实 但也很好吃 但是最精彩的 就是一口汤 很清甜 汤我就喝完了 接下来我就试试我 老婆买的骨很肥 让我试试 又是否 这些便瘦一点 漂亮的那些 不要紧 这一块 先看看角度 这里是骨肉 这里是肥 漂亮的那些才是这样的 下面的酱汁很浓 让我再夹一块糊头 放在那里 这一块没那么肥 让我吃了刚刚夹那一块 先试试味道 我还在咬 真的很香 骨的味道 肉里面 确实酱汁 不是很容易入得到 但是 骨肉是有味的 第二 酱汁是比我上次吃的很多的 然后 确实是肥 但不算很油肥 我的肉香 肉香都吃得到 因为 有时候吃烧鵝 你都会感受到这种肉香 那倒是 可以一分之一分 好 碰满的酱汁 而且我都很喜欢它的酱汁 竟然不能这样比较 说这里比上次好吃 上次那里比较適合我 那里没有那么硬的肉 但是老婆教我 炖了很久 炖了很久 会容易咬开 没有人 会吃的就会吃 会吃的就会吃 会吃就会吃 会吃就会吃这种 芋头也好吃 但它不算很粉的那种 不够味 即是上次那里炖得太软了 是啊 太软了 还有这个 看见皮 不像上边那些 比上次那些煎得更民重 嗯 哇 这汁好吃 但是我猜的 可能上次的餐厅 它的环境会比较小 这里 就这么大 附近很远 都没见到有房子 可能厨房会大一点 我不知道 他们这里是标榜用马刚萵 上次我们去开屏 看到有马刚萵 也有买过发企打包那种 我们当时最后离开的日 也是有打包到一份烧鵝 然后吃起来就真的很肥 一次次的这种感觉 当然那些是烧鱼 就出品 没有这些那么好的 虽然肥 但真的不算好 油香味 不是肥腻的感觉 在口口咬 只是咬我皮 都不觉得好油 但是芋头 就不算好粉 这是时候 刚刚开始看到油 老婆建议我吃这一块 看上去这一块 看上去不太肥 先看看 好吗 我都找不到一块相似 这块相似真的不肥 这块更少肉 才是我吃到更多骨 原先我打算够这一块 她老婆建议我吃了一块 真是果然不肥 看上去这一块 马刚我 搞到又想去台山开平 吃完干炒牛河到了 这块牛河很漂亮 摘下来到可粉 可粉已经被我们摆了一段时间 所以有点变干 不得不提的 就是 它们的肉河粉 是手工可 牛肉又漂亮 然后很多时候 我们出去吃饭 都要饭煮食 我们近期 吃少了很多炒牛河 为什么呢 就试过这些漂亮的东西 大家看看 这些粉 阔的 并不是极规则的 小小小小 我们上次去到清远 老板 延长切那种窝囊粉 差不多了 是 炒牛河 粉的焦香味 该有 又有 芽菜又不会太熟 还有洋葱 放了这么久 芽菜变成这样 其实都很正常 很漂亮 是在我喝第一口汤的时候 送上米 现在的汤都已经喝光了 真的很漂亮 它的炒牛肠 你看 牛肉 是 这种牛肉它不是的 比较厉害 有些 你经常说 它的叶肉化了 真的不行 这些 我宁愿暗一点 少一点 都比下那种 这些是美牛肉 而且这些牛肉又有牛味 好像我们在中山吃到那些牛肉 那些都没有这些美 我觉得 看上去 卖上没有这个好 但是吃到后段 会有那种香味 是 不要用那么多 这个真的好 如果你说 要我给我选 吃惯吃熟的 最好吃的 当然是炒牛河 但是 吃第二次的烤鵝 我觉得这个都表现非常之好 我不懂 老婆又教我 真的确实是 吃得出 它那些肥的 脂肪也有肥味 肉也有肉香味 还有它们有 一些豆瓣酱 可惜 那女儿又没有跟过来 她说自己要去 要去北京路玩 来来 她未必肯和你吃烤鵝 是吧 她应该会吃烤鵝鱼 如果女儿来来来 但是炒鵝粉 她应该做 她很喜欢吃炒鵝粉 最终埋单是170元 那我们的汤 我们喝光了 38元 但是这两样 就肯定是吃不光 尤其是炒鵝鵝 你别看她这样的 份量极大 还有个鵝鵝也是 先头老婆 我这么说 就算女儿来来 也吃不光 基本上就是这样 170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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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